昨天有一个粉丝给我留言说 今年他找工作已经找了快一年了 因为还有两个月就2021年了 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然后他自己本身就已经快崩溃了 说他现在基本上都快抑郁了 但是天天在家里父母还是不理解他 然后一直在催着他找工作 要么就是逼着他去相亲 就是给他的感觉现在 那个家已经不是他的家了 就是不再是他的那个逼风港了 就是在家里他真的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安全感这个话题 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咱们缺乏安全感 或者是焦虑啊迷茫啊等等 这个阶段大部分都是我们步入社会之后 工作之后才会产生这种感觉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咱们拿一个小故事来举例子啊 深度思考一下这个话题 我当时听到这个小故事之后呢 我自身是很有感触的啊 那个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一块地的 从我们出生开始每个人都有那么一块地 然后呢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呢 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的老师 在教我们怎样去种这块地 比如说什么时候该浇水呀 什么时候该施肥呀 什么时候该打药呀 然后浇完之后呢我们就都记下来了 但是呢就没有人跟我们讲 就是说每个人的这块土地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这块土地的土壤也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适合自己这块土地所种的这种农作物 所以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就是我们从自己有自我认知的时候开始 我们就应该去自己去做自己的老师 去进行自我教育 像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的老师 他们给我们的经验都是适合他们那块土地的经验 可能放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并不适用 所以说我们自己应该去研究自己的这块土地 到底适合种什么 然后呢再去研究渐渐的发现自己喜欢种什么 而不是说别人把别人的经验 或者是别人的希望强加到我们的这块地上 希望我们种出来什么 当我们在不断的探索 还有研究学习我们这块土地适合种什么的这个过程中 就我们自己就可以掌握各种的种植技术了 那在我们的这个种植的过程中 咱们肯定是能感受到快乐还有私信的 就这个时候估计我们离这个真正的安全感也就不远了 当然呢就是在我们自己苦干的这个过程中 就四个在地里吭吱吭吱干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能会看到什么隔壁的老王家 人家老王帮他儿子已经实现母产五万斤了 就特别羡慕 然后人家隔壁老张呢已经生了三个劳动力 在地里帮他干活了 于是呢四级也就焦虑的不行 然后呢就开始产生自我怀疑 自我恐慌 自我焦虑等等的 但是这些现象都是正常的现象 咱们不要陷入在别人的需求里边 因为这些都是别人的需求 并不是我们自己内心真心想要的东西 只是别人家都在种玉米的时候 咱们家在种黄豆 然后呢就显着自己有点突兀了 但是呢咱们永远不要怀疑一点 就是不是每家每户的土地 它都适合种玉米的 就是如果我们也在不适合的土壤下 或者是不适合的这个季节 硬把这个玉米种下去 那我们最终可能是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大量的精力 什么财力物力人力等等的 到最后却得不到咱们自己想要的收获 反过来咱们再看咱们自己的这个成长 还有发展的这个历程啊 就是从我们生下来开始 咱们就一直在被动的去学习各种东西 你让父母要教我们 怎样去做一个好孩子 怎样去跟别的小朋友相处 怎样伸进长辈等等的这些 然后上学之后呢 老师又会教我们 怎样做一个好学生 这个学期该学习什么 下个学期该学习什么 然后你应该考什么样的学校 你应该学什么样的专业 直到咱们20多岁大学毕业了 就是从0岁到20岁 几乎大部分的成长 都是依靠着来自外界的被动教育的 然后当咱们大学毕业之后呢 我们大部分普通人的家长 又都会去对孩子说 哎呀终于把你供养出来了 你去奋斗吧 你去拼搏吧 然后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希望你能有一个好的出路 有一个好的发展 你要加油工作等等等等的 但是结果呢 当我们真的到了找工作的时候了 就突然陷入迷茫了 焦虑了 就我到底要干什么去呢 突然没有人教了 突然没有人给咱们安排了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 我就先找一个工作先干着吧 去人家公司或者是单位去学习 让人家给自己安排工作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干着干着 你就会发现 这个单位并不是你自己想要的 然后又接着辞职 辞完职之后 又接着去找新的工作 这样一条路走下来的话 你慢慢的就会发现 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了 然后你换了几次工作之后 自己也会陷入对私我的怀疑状态 就感觉自己能力也不错呀 为什么自己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 就这么难呢 然后到最后呢 自己也开始变得不私信 缺乏安全感 下面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理解的这个安全感 我理解的啊 就是通过咱们上边讲的那个种地的小故事来说 真正的安全感就是我们自己手上掌握的 赖以生存的这种种植技术 包括技能 就是刻在我们自己脑子里的这个种地的知识 就是哪怕有一天我们的土地 或者是我们的农所物 遭到了这种自然灾害的冲击 比如说发洪水了 被水冲了 或者蝗虫来了 就是被蝗虫吃了 但是这些都无所谓 就过了这个季节咱们还可以终下一场嘛 因为咱们自己有这个技术 有这些知识 咱们自己可以随时的去重启这个生活 所以即便是发生这种自然灾害了 比如说颗粒无收了 咱们也不会说太去害怕这些东西的 我觉得这就是安全感 因为这些就是你掌握的技能也好 知识也好 或者是经验也好 它是刻在你的脑子里的 是别人永远都拿不走的东西 你也失去不了的东西 你看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自己 给自己带来的最真实的私信的感受 当你有了私信的时候 你还缺什么安全感呀 因为现在有很多 就是包括我身边的人 很多人都觉得 有了房子车子钱 什么找一个好老公 找一个好老婆 就可以给自己带来满满的安全感了 但是我们得要做好准备 因为这些房子车子钱 包括伴侣 都是可以一夜之间失去的 是身外之物 就可以失去的身外之物 永远都不会带给我们自己真正的安全感的 所以说各位小伙伴 或者是主要是比我年轻一点的小伙伴 我们不要去寻找别人给咱们安全感了 就去把这些寻找安全感的时间 放在自己身上 去研究研究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土壤 自己去适合种什么样的农作物 自己喜欢种什么样的农作物 就是多研究多学习 然后呢 让自己获取更多的生存技能 获取更多的知识 都装到自己的脑子里 这些东西 只要是咱们死不了 是谁也抢不走的 所以就是不管咱们沦落到什么样的境地 依旧是自己可以给自己的未来创造信心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清晰的知道 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也有一些勇气去拒绝自己不想要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安全感 是我们自己的自身的技能 是我们的知识 是我们的信心 还有勇气 就是是一些别人永远都拿不走的东西 同样这些东西得要靠咱们永远的保持学习来得到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你有什么想法的话 可以在底下留言 拜拜 下期见